HELLO 回到12月22日星期三 不專業足球晚報 Part 1 會繼續由我Cyrus和大家分享足球新聞足球資訊 昨天做冬和家人吃飯 我相信很多觀眾昨天都要和家人吃飯 昨天吃飯做不到 今天立即做回集 和大家更新消息 這兩天多足球新聞消息 看一看螢光幕 都看到曼聯 曼聯最新消息是甚麼 大家都知道曼聯這兩場都受到疫情的問題 對內有些球員都有新官的檢測 有情陽性 令曼聯打不到比賽 所以最新消息是今天的消息 太陽報消息是曼聯在新官危機後恢復訓練 但隔年末特 連加特和梭爾 分別都是去到球場 訓練地 之後 到了十分鐘便離開了 似乎 這個 會不會說他們來到做檢測 或者他們的檢測有問題呢 另外 蘭力克 也開始為球隊準備 對紐卡蘇的準備 剛才所說的 那三位人兄 格連活特 連加特和梭爾 都沒有訓練 十分鐘便離開了 另外 麥佳雅對於回歸非常高興 一到基地 就跟工作人員說哈佬 華舒福 華拉尼 麥湯文尼 費特 馬達 都已經回歸訓練 但是 在訓練場上 也有些球員 是完全沒有出現過的 有誰呢 有斯朗拿道 雲迪碧克 普巴 新祖 忠斯 希頓 丁恩 軒達臣 都沒有出現過 由此可見 似乎沒有出現的人士 都應該 新冠檢測 呈陽性 所以曼聯對內的疫情 都是不容忽視 都很嚴重 所以 看看曼聯 講不講得切 在接下來 對紐卡素那場 可以用一些比較 主力的球員 盡量都希望 因為 說真的 現在曼聯 其實都是 差頭四 如果 因為這個疫情 而影響人的安排 絕對影響成績 你見到 車路士 其實都是 受到 疫情的影響 令到有些球員 上陣不到 你見他上場 車路士 打狼隊 你見前場 是沒有前鋒的 強行用配力石 加美臣萬治 打前鋒 其實都是打得不好 最終車路士 都是失了分 所以曼聯 其實 現在 聯賽榜排第六名的曼聯 究竟 在這個 28號 他就會打 這個 紐卡素 這場 就確定要打 經過開會之後 所以 看看曼聯 最終 打不打得成 給圖片看 這兩位人兄 都是開車來到訓練機地 幾十分鐘 就離開了 另外 也想和大家更新 其他曼聯的消息 卡雲尼 卡雲尼最新消息 上一兩個星期還在傳 卡雲尼說會去巴塞龍 因為 卡雲尼其實 合約 到2022年6月 可以在1月 免簽其他球會 當然免簽其他球會 都要在6月底才加盟 但 卡雲尼在球隊上 開始不進用 自從斯朗拿到的來臨 現在盛傳卡雲尼說 希望可以在1月走 但是 剛剛這兩天 有個最新消息 就是曼聯希望 卡雲尼 履行他 剩下半年的合約 顧名思義 希望卡雲尼留隊 今天打完下半季 我自己覺得 在現在疫情 這麼不確定的情況下 球隊內有多個人腳用 是好的 真的好的 你見熱刺 李斯特城 一有疫情爆發 其實陣容怎樣出 都不完整 那你曼聯 有多個卡雲尼在前面 假設斯朗拿到不能出 說舒服又不能出 有卡雲尼頂盪也好 卡雲尼其實來到曼聯 有貨給你看 有貨交的 又肯跑 雖然他已經34歲 但是他落力程度 你感覺不到他是這個年齡 你覺得他還是很年輕 卡雲尼一向出名 都是勤於跑動的一個射手 如果曼聯 今次 決意留他 似乎巴塞隆拿 在追趕 尋前鋒人選上 會不會有少過人選呢 會不會最終巴塞隆拿 希望可以 找奧巴美揚 因為巴塞隆拿 找前鋒 全世界都知道 究竟他找成怎樣 卡雲尼又沒有人選 如果 蘭麗卡也放風 下半季會開始 給多些機會 卡雲尼的時候 看看卡雲尼 最終 這半年 剩下半年 怎樣為曼聯共建 另外 講一講這位人興 這位韓國球員 前曼聯球員 跟大家更新資料 前曼聯名將 朴志昇 重返英格蘭球壇 會去英冠球會 英冠球會 英冠球會的 昆士柏劉朗出任教練一職 這個路線都是一些 退休球員 希望走的路 一部分 你知道 踢不到球 退休 其實找回教練功 也好 但其實 朴志昇在14年後 退休之後 其實都沒有很正式 擔任過教練 反而他曾經擔任過 曼聯的全球大使 幫曼聯宣傳 其實 朴志昇身為一個亞洲人 全亞洲沒有人不認識他 如果懂得看球 所以其實 當年 曼聯找他做全球大使 都是方便 在亞洲推廣 曼聯這個品牌 朴志昇曾經效力過 紅魔鬼 曼聯七鬼 也拿過四季的英超冠軍 而且在2008年 也拿過歐聯的冠軍 一共為曼聯上陣了134場 也入了19球 為何他最終 現在又回到坤士柏流浪做教練 因為其實 朴志昇 林退休都打過坤士柏流浪 大家應該有印象 為人熟悉的朴志昇 也是很勤奮 無限體能 你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一些很好用 很實用的球員 看看他在做教練方面 會不會特別在體能上 有更加多的心得 還有一宗新聞 也是關於曼聯 也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這位人兄 前曼聯隊長 是兩堅 我看看是否能撤出一張照片 旁邊就是米卡里察士 就是前曼城球員 他們現在都為Sky Sports 做這個 所謂的 評述員 其實他們兩個 一向都有很多爭鋒相對 米卡里察士最近也說過 對於熱刺乾地 剛剛打完利物浦這一場 他的感覺就是 熱刺接下來 都會進入真歐聯席 或是爭頭四的行列 Roy Keen 這個火爆球員 做評述員都很火爆 Roy Keen 馬上反駁 他不認為熱刺 是屬於爭取歐聯 行列的一隊球隊 Roy Keen 引用 看熱刺的紀錄片 就是紀錄片 當中 就是Netflix 大家都可能看過 他就說 在那個紀錄片裏 看見熱刺的球員 的態度很有問題 特別 迪利亞利 他想不到一個球員 可以在訓練場 或者領隊開會的時候 按電話 這些態度他很不能 另外 他說哈利簡尼 也批評過哈利簡尼 他都說 猜不到哈利簡尼 一些 賽前 對內的 一些 team talk 是可以說得這麼差的 所以 Roy Keen 似乎 特別 你知道 Roy Keen 也是做過 曼聯隊長 在領軍上 或者在更衣室裡面 的控制 他都是 療如指掌 很熟悉的 那麼 Roy Keen 就批評 引述 Roy Keen 怎樣說哈利簡尼 賽前演講 就是哈利簡尼 在比賽前 做了一個演講 覺得他講得很差 而且他說 為什麼每一場都要做演講 其實每一場都發表演講 其實球員都會感到很厭煩 他說哈利簡尼 令到 team talk 這件事失去了意義 其實可能 Roy Keen 也是評論一下 哈利簡尼 一些 做隊長的作風 他批評他跟這室的team talk 其實 都影射哈利簡尼 身為隊長的一個責任 但是 剛剛這一場的利物普到熱刺 哈利簡尼算是很賣力 做身為一個隊長 但是 你說是不是一個領袖級的人 似乎Roy Keen 就不同意了 Part 1 跟大家更新了一些 萬聯新聞 Part 2 再跟大家 談一談 場外新聞 Part 2 會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關於 球星的女伴 Part 2 再見 拜拜